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卡玛拉·哈里斯在2024年白宫竞选中的挑战 据报道,哈里斯因霸凌指控导致员工流失 现在缺乏一支顶级团队支持他的竞选 民主党内部人士担心距离选举仅有一百多天的时间 他几乎没有可靠的高级助手 哈里斯多年的领导方式一直备受批评 许多前助手描述他的管理风格 灵魂摧毁信赫,不可预测 尽管他的一些辩护者认为这些批评带有性别歧视 但对他能否领导拜登的1300人竞选团队仍存在疑问 哈里斯的前助手大多数已离职 这与拜登拥有的忠诚团队形成鲜明对比 甚至拜登本人也因担心哈里斯的能力而犹豫是否退出竞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4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 但哈里斯在竞选中缺乏一支强有力的团队 这与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管理风格息息相关 民主党内部对他领导能力的担忧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距离选举仅100多天的关键时刻 哈里斯已经准备好在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接替他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 然而他当前的团队规模较小 仅包括他的通讯主任克尔斯滕 艾伦幕僚长洛林·沃尔斯 以及去年才加入的斯蒂芬妮·杨 艾伦年仅30多岁 曾参与哈里斯之前的总统竞选 沃尔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曾在阿尔·戈尔手下工作 杨泽在为米歇尔·奥巴马创立的组织服务过 哈里斯现年59岁 从政多年来 关于他管理方式的批评声不断 一些前助手曾公开指责他不阅读简报材料 并在自己不熟悉工作时责骂员工 这样的指责 让哈里斯被贴上霸凌者的标签 尽管他的前发言人西蒙·桑德斯认为 这些抱怨只是因为工作艰难 并非反映了办公室的真实实际问题 根据新闻网站Axios的分析 过去三年半内 哈里斯办公室的高流动率极其明显 2021年列入他团队的47名员工中 仅有5人在今年春天仍在与他共事 这个数据虽然不代表他的全部员工 但比例相当大 相对比 拜登有一支极其忠诚和经验丰富的团队 许多成员与他共事了几十年 能够精准反映他的思维和语气 哈里斯的前通讯主任 阿什利·艾蒂安 则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 他坚称哈里斯在过去四年的副总统任期内 深度参与了国内和国际问题 然而 许多内部人士指出 与哈里斯共事确实特别困难 即便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高强度工作 和严苛领导的助手们 哈里斯的辩护者 承认他的严格 但认为对他的批评中带有性别歧视 他的管理风格被拿来与特朗普在学徒节目中的风格进行比较 以强调双重标准的问题 这种持续的质疑 引发了人们对他能否领导拜登1300人竞选团队的担忧 拜登的竞选资金大约为2.4亿美元 而他的退出竞选的决定 也受到对哈里斯能力的担忧所影响 这反映了民主党内部广泛存在的焦虑 一些白宫助手指出 哈里斯在接收任务时过于谨慎 这限制了他的发挥 2022年在华盛顿高调举行的格里德帖晚宴上 本应由他出席的任务最后 交给了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哈里斯的表现被认为有所保留 还有报道称 他对参加媒体大亨大卫布拉德利举办的晚宴 感到非常紧张 以至于他的团队进行了模拟晚宴练习 扮演他的假想客人 哈里斯在华盛顿的相对缺乏经验 也被认为是他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 他于2017年 作为加州参议员来到国会几乎没有长期的团队成员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了副总统办公室 只有少数几人 从他的参议员办公室陪同他 且工作时间超过一年 这些人如今也已不在他的团队中 前助手们指出 哈里斯的员工困境并非新鲜事 而是他漫长公共服务生涯中的一部分 他被形容为一个不可预测和混乱的管理者 尽管如此 哈里斯长期的合作伙伴莱诺尔·安德森认为 哈里斯有非常高的标准 并且他严格的管理风格 与他的幽默感和细腻的注意力相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 哈里斯能否在2024年的选举中 取得成功仍是未知数 他需要克服内部和外部 对他管理风格的质疑 建立一支稳定且高效的团队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挑战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竞选中脱颖而出 展示出他作为一位领导者的真正潜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在2024年白宫竞选中面临挑战 他并没有可以依赖的顶级团队 这一情况部分源自于 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的霸凌指控 导致许多员工离职 报道指出 民主党内部人士担心 如果哈里斯成为党的提名人 他的竞选团队可能无法有效地帮助他 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哈里斯目前的小规模政治运作团队 包括他的通讯主任 克尔斯滕、艾伦、穆辽长洛林、沃尔斯 和去年加入团队的斯蒂芬妮、杨 艾伦年仅30多岁 曾参与哈里斯之前的总统竞选活动 沃尔斯有阿尔、戈尔助手的经验 杨则曾为米歇尔、奥巴马创立的组织工作过 尽管有这些支援 团队的较小规模和高流动率 引发了外界对其竞选效果的担忧 哈里斯的领导风格和办公室文化 一直存在争议 一些前助手描述他不阅读简报材料 并在不熟悉工作范畴时责怪员工 一位前助手表示 哈里斯的灵魂摧毁性的批评和 他自己的缺乏信心给人一种 他是一个霸凌者的印象 西蒙、桑德斯、哈里斯的前发言人指出 这些抱怨更多的源于工作的艰难 而不是办公室事迹问题 然而 桑德斯在几个月后离职 说这是因为他想要休息 并寻求新的挑战 根据新闻网站Axios的分析 过去三年半中 哈里斯的高流动率 意味着2021年列位他员工的47人中 只有5人在今年春天仍与他共事 这与拜登的团队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的团队多年来保持稳定 并且成员之间有深厚的工作关系和信任 哈里斯的支持者认为 对他的批评带有性别歧视 并将他的风格与特朗普的管理风格进行比较 以强调双重标准 尽管如此 对他管理风格的持续质疑 引发了对他能否有效领导拜登的 1300人竞选团队的疑虑 拜登本人也因担心哈里斯的能力 而犹豫是否退出竞选 据报道 高级白宫助手曾要求哈里斯 在2022年的格里德铁晚宴上代表拜登出席 但他拒绝了 这被是为他在承担任务时过于谨慎的例子 此外 哈里斯对参加媒体大亨大卫布拉德利举办的晚宴 感到非常焦虑 甚至进行了一次模拟晚宴来准备 一些人认为 哈里斯的缺乏信心 可能源于他在华盛顿 相对缺乏经验 他于2017年 作为加州的第一任参议员 来到华盛顿时 几乎没有长期的员工 这种情况 在他进入副总统办公室时继续 只有两人从他的参议员办公室 陪同他进入副总统办公室 并且为他工作了一年以上 总体而言 哈里斯的员工困境并不新鲜 而是他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中的一个特征 他的管理风格 被一些人形容为不可预测和混乱 但也有人认为他有 非常高的标准 如何平衡这些标准与团队的稳定和士气 是哈里斯在未来竞选中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说卡玛拉哈里斯霸凌员工 导致团队流失 完全是捕风捉影 哈里斯的管理风格严格 这是对工作的高度负责 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态度 而且历史上像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 也曾被批评为苛刻 但事实证明 他们的严格正是成功的关键 再说 工作环境艰难 员工流动率高 这在政治圈内并不罕见 这不能单单责怪哈里斯个人 哈哈 楚天书 难道你认为哈里斯的领导风格只是严格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电讯报》的报道 他的前员工形容他的批评是灵魂摧毁性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严格 你说的丘吉尔 他至少赢得了二战 而哈里斯目前还在努力赢得自己的团队尊重呢 据Axios的分析 哈里斯的员工流动率高达90% 这比大多数政治人物都高 这可不是正常现象 谢琪琪 我得提醒你 哈里斯在公共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参议员 再到副总统 他的成就不可否认 你提到的员工流动率高 其实更多是因为政治圈内的高压环境 而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哈里斯的严格要求只是为了保证工作的高质量 难道你希望他像一只绒毛兔子一样温柔吗 拜登能选择他做副总统 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能力和领导力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笑 哈里斯的确有丰富经验 但经验并不代表他的管理风格是无可挑剔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甚至他的前发言人也承认他的办公室士气低落 在看看拜登 38名助手中有17人仍在共事 而哈里斯的团队中只有5人 这差距可不是一点点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团结并激励团队的领导者 而不是一位让员工望而却步的霸凌者 谢七七 显然你对领导力的理解有些偏颇 领导者的严格和苛求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 哈里斯的工作艰难 这是无可否认的 你说的那些报道更多的是片面的描述 他的助手离职也有很多其他原因 比如寻求新的挑战 就像阿什利·艾蒂安说的 哈里斯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有深度参与 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民主党选他做候选人 不是没有道理的 楚天书《你真是把洗的》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我承认哈里斯有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管理风格无需改进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他在重要场衡过于谨慎 甚至需要模拟晚宴来克服焦虑 这样的领导者能否升任总统的职责 确实让人疑惑 民主党内部人士对他的担忧 不仅是管理风格问题 还包括他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 选他做候选人 恐怕更多是权宜之计 而不是对他的真正认可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